好 畫面上可以看到滯留 題外停車場的車輛 已經被緩緩調起拖走 因為因應中台凱米來襲 雙北題外水門 今天下午四點起只出不進 晚間八點前要移出車輛 也因此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就是四點到八點的車主 沒有來移車 所以被強制拖掉 那麼車輛如果沒有移置的話 就會被罰款 機車部分是一千八百元 小車則是兩千四 大車四千八 而雙北水門全部關閉的時間 也都不太一樣 臺北市預計會在凌晨一點 全數關閉 而新北市則是十點 包含月題道全數關閉完成 市府也呼籲民眾颱風期間 請配合 儘量不要再從事登山活動 及前往海邊 以確保自身安全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